接下來我們跟各位介紹一個一小時學程式這個部分 因為現在 還是現場學習 請問 現在寫程式有沒有很重要 有真的很重要 而且從 就是107年 國中是選修 高中是必修 就是程式設計會進入課稿 所以你在現在在外面你會發現有很多寫程式的課 那你一定會覺得 我又不會寫程式 會很難嗎 所以 一小時學程式就是要讓你用完的 等一下找一個來玩 找一個來玩 那我先給你看一下 因為現在學程式不只是只有這樣子 我們還需要做一些互動 所以我給你看一下這邊 看一下 好 就是這個 這裡有一個 哇 你們這樣看不到 我用 好這一段我先停一下 好 那我給各位看一下 你看他也有做語音辨識有沒有 好 給你 給各位看一下 這裡有一個 開燈 開燈 關燈 這樣了解吧 我講這個 講這個他就沒有用 講開燈 開燈 他才會開 因為他有說語音辨識啊 你看這個程式 你看這個程式來 關燈 這樣叫智慧家電嗎 不是嗎 關燈 好 好 來你看一下他的程式 我先停一下 你看就這幾個解決啦 就這麼簡單啊 因為我這個學習 多媒體互動的課 我們要把這個帶進到 課程裡面 可是你知道 我是教什麼系嗎 我教 用眼睛看的那一種 視覺傳達 你就知道這些同學 一定不喜歡數學 一定不喜歡 一定不喜歡程式 那 這個程式要怎麼教 我就要找這種 因為其實現在我們寫程式 就像這種寂寞式的 真的 那 各位 其實現在 你也 你也會去很多地方 一些展場 有沒有 展場的地方 有沒有很多跟 民眾做互動的 不管是 比如說VR啦 或AR 這種 也有 那或者像我們 這種的 感應式的 也有很多 還有像什麼 智慧家電 都一樣 有非常多 他都需要用到 跟這些 所謂的裝置 或者政治手機 我們做什麼 做感測 那你要用這些 如果 要你寫很難的程式 這個對大家來講 就很過分了 對不對 所以呢 我們來看看 你可以找到一小時學程式 這裡我先關掉 像這個也是的 我用一下給你看 跳 講話 他就會跳 這樣了解 所以 其實這些都是 像我在這個課程裡面 我介紹 我們會 教的 像這個足球也可以玩啊 用 網路攝影機的影像來踢足球啊 你要用頭頂的也可以啊 就是 類似像這樣 那我給各位看一下這邊 這叫一小時學程式 我把它點過去給你看一下 你看 程式真的不難 那你可以選擇 現在都是用 這種脫衣式 就是積木式的方式 對喔 先抽一個來玩 好不好 來 先抽一位同學 這樣 都不會睡著對不對 大家聚精會神 有沒有誰要來上面幫忙抽人的 不然每次都用我這隻手抽 啊對剛剛有一位那個還沒有抽的 來來來來 來來來 你還沒有抽獎嗎 就順便幫我們抽一位起來 好不好 這樣你們待會要上來就怪他喔 不是我抽的喔 哈哈哈 來來來 好看你要眼睛打開還是要眼睛閉著隨便你 好喔這個好像是 洗手乳還是洗髮乳 沐浴乳 好 OK 來給你按吧 按這個嗎 對 欸 千涵有來過的對不對 好好好 還是你要上來 好再按從這 好再開始 喔果然是 雅惠 雅惠在哪裡 喔來來來來 來來來 既然說要學程式嘛 一定不會太難 你有一種感覺要認識他了嗎 等一下走在路上會認識他 開玩笑喔 來來來 欸你要來玩一下啦 我們來玩一下看看 這個一小時 你要玩哪一個 你想要玩哪一個 還是我找 還有在中文的 我就一小時學程式 我再找另外一個也可以 好在這邊 因為另外有一個是有台灣網站的 這個 好 你要 試看看創世神 還是要 要跟 Ella 麗莎 還是星際大戰 還是要 憤怒鳥 你要拿一下 好 創世神 你有在玩這個嗎 沒有 好你來看一下 你看他進這個關卡 總共 一進來他會有一個就是說明的 影片告訴你說 這個裡面大概要怎麼玩 好那他只要到重要的概念就會有一個影片來介紹 如果你不想看就把關掉 那麼 他先問你 選個角色吧 來這一場 你是主場 來 我只負責遙控 看你要選哪一個 好 進來之後 其實他這個關卡 他一進來就這邊 他說你添加兩個向前進有沒有 就可以找到那個綿芽 你看他的 他選了這個關卡 總共在上面這裡有沒有 好像是十幾關 很容易就過了啦 不用緊張 然後呢 你把積木拖進去 就可以按運行 我先玩一次給他看 你看 他說 這裡不是有一個人嗎 對不對你剛選的角色 那你要走到綿芽 所以你的積木要怎麼樣 按下運行的時候要向前 兩格 有沒有 一格 兩格 還是要三格 我們可以試看看 如果不知道沒關係 你按下運行 有沒有走兩格 但是還沒有到 還沒有到 所以 已經有了 OK的 走到他前面就好了 有沒有 這樣就過一關了 這樣就寫程式了 你看程式碼打開 因為他剛 Move forward 這樣有沒有發現現在學程式是這樣學的 其實我們的App 像那個Google的App 現在也有這種 做法 也有這種做法 所以 真的越來越簡單 那就給你繼續 第二關 第二關有沒有發現就跳到第二關了 他說來 任務名稱在上面 任務名稱在上面 他說木材很重要對不對 所以你要走到樹木前面 使用摧毀方塊哦 你看這邊有摧毀方塊 所以你要走到木材前面要走幾步 一步 兩步 然後呢 摧毀 好 又過關了耶 怎麼那麼厲害有沒有 有沒有 第二關又過了 這樣有沒有比較有信心一點 可以 可以 繼續完成第三關嗎 請問 如果你 你寫程式 假設你已經比較厲害了 可不可以直接 勇闖最後一關 也可以哦 也可以哦 來來來 任務來 撿羊毛的時間到了 用修剪指定 從兩隻綿羊上面 收集羊毛 那 因為是兩隻嘛 所以要往前 甚至還要轉動 對不對 走到他前面去撿哦 一個 兩個 好 這個撿完之後還要怎麼樣 對 要轉方向對不對 這樣他現在就這樣子 這要轉哪一邊 這樣還是這樣 往下 對向右轉 然後再怎麼樣 要不要前進 這樣你有沒有發現 現在 學程式就是這樣子 請問萬一如果積木丟錯了怎麼辦 把他丟回老家 萬一啦 萬一如果他丟錯了這個積木可以丟回去哦 他就會刪掉了 哇 向前 哎呦 過了有沒有 這樣 你看在這裡 他會一步一步有沒有這樣丟回來 這個積木都可以丟掉了 好就可以像這樣 所以 請問這樣 學程式會不會很難 好像不會哦 至少比較親民一點 好謝謝你謝謝 哎你還沒有抽 春沙昂 哎不錯不錯 這個是他們學校特色 真銅筆 把那個真銅變成一支筆 還蠻特殊的 這樣會不會很難 好像還好對不對 所以各位有沒有發現 寫程式 當然他是把它比較簡化一點 可是 先引起你的興趣嘛 你有興趣的那你再玩就會比較好玩 那麼我剛剛給各位看的那個其實也是類似的 只是 他把這樣的應用又加到哪裡 又加到這個所謂的 這個裡面 在這邊 好往下走 像這個部分他就需要有實體的啦 就是說 他需要有真正有 就是 這個小裝置 來做好你看我這裡有解答 來 有沒有他也是一樣打開 有沒有這些邏輯 這回圈就可以這樣丟出來丟出來 所以呢你剛剛看到我那個 是因為這邊有做語音辨識 你看 如果我的辨識的文字包含開燈 他就會開燈 包含關燈就關燈 我剛剛一個沒有試的叫閃爍 如果你講 這個你們可能在下面看不到 我把它拉上來一點 這裡有一個閃爍有沒有 我剛剛沒有 沒有特別試的 如果 我 語音辨識 閃爍 他就在那邊閃 閃 其實現在 因為這個 這個好處是他也是寫網頁 而且怎麼樣 透過網際網路 所以如果你要做所謂的智慧家電的 現在就是類似這樣子 透過網路的介面我可以直接操控 直接操控 就會 比較不一樣一點 好這個是先給大家稍微 體驗一下